用這個道的能力 道的顯化 我們就差不多都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這個人是沒有辦法理太道的 想請這個大家意外師 有同樣的看法 這條理看起來一點 所以忠優說講道也者不可虛一點 可離非道也 這個跟我們的標點一樣 忠優 他在第一章都有提到的 他說這個道不可虛一點 沒辦法可以都離開 他到前面講很多人 我們這邊就不在講 他說這個虛語 虛語就是練刻的很短暫的時間 也說做倍速可以期間 也說我們是沒辦法去離開 就像剛剛前面比喻人 人活在天地之間 要吸天的氣 要吃地所長出來的萬物 所以人要吃 人要呼吸 要吃東西才可以活得下去 所以人是不能夠離開 呼吸跟吃就對了 所以就是說 到 就是讓我們沒辦法去偏刻去離開 要是可以離開的話 就不是到的 這個很簡單 你剛剛講呼吸跟空氣 我們可以離開嗎 不是啦 那個呼吸跟吃 不行 那什麼東西我們可以離開 什麼東西 很多 譬如說像我們 外在身體以外的東西 我們都不能不要 像這些瓜 今天 孟學 他今天在這邊有他的作用 可是我離開的這個東西 我有沒有影響 沒有啊 這些東西 看到有實際上的東西 其實雙馬是可以離開的 可是啊 有一些輪 他就去偏偏學的這些東西 他沒辦法離開 然後他會怎麼樣 他會有點煙 就是去追求這個 譬如說像有人抽煙有沒有 抽到後來怎麼樣 叫做煙不離手 然後這個叫做什麼 煙癮 明明就是看大家 都不抽煙都會熬的 為什麼有人就是 就是一定要有那個煙 因為他其實有那個癮 有沒有 煙癮 這個就是一種什麼 一種病啊 所以就是說那種 可以離開的東西 我們還一直去執著 就會產生病 就像有一些精神病 其實也是啊 有吸毒也是一樣的 這些東西可以 可以不要 可以沒有 可是大家也是 在通常還是會一直在追求 所以這種 一旦飛動的 移開的東西 就不是屬於道 就不動的 就是意思就是說 通常來講 其實沒什麼重要 大家不要去太塞這個 所以就是說 可以離非道一點 他不要太思索 不然的話 就是一種 一種病 熊病態 那 接下來我們看下去 和說香港 都這樣 kap 那 稍後